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调 我们节目中我记得跟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中纪委早晚会没了 中纪委早晚会没了 他的结论跟政法委情况应该差不多 这是中纪委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政法委早晚也会没了 那政协有可能也就扯了 就是当他政协可能要等到明年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 但是所有他的体制 就是习近平在保住自己命的体制的过程中 他对垒的是整个体制 所以他才建立新的体制 那在对垒整个体制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他真正动手最厉害 最到位的就是军队 而当他动手最到位是军队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整个军队的那种崩溃和他的 他不知道用谁好 我只能说他不知道用谁好 对吧 换换换换换到跟前了 9月29号30号还在换 然后就放假 今天也不知道上班没 这是他 这是他关键所在 对吧 那在这种换的背景之下呢 他不相信谁 就是江家的人 说是肃清徐灾后郭步雄的遗毒 人家是替江泽民干活的 对吧 其实就是他没打到那儿 他不说 但是呢 他知道谁要他的命 他知道谁要他的命 肃清江泽民的人马 独揽军权 提升威望 这就是苹果日报的另外一份 对他的评价 江泽民89年掌控军队长达15年 军中要人全是他的人马 架空胡锦涛 习近平上台 透过反腐夺军权 打掉徐灾后郭步雄 两名江泽民重臣 进而清洗郭步雄徐灾后的遗毒 安插自己的亲信 控制军队 那打虎不仅提升战斗力 而且巩固他的军权 这就是他的评价 他采访的 苹果日报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 胡新斗 工业北京工大的好像是 五大兵种都是习家军 他这么说 五大兵种都是习家军 他先提到的 他这都是一种回复性的文章 习近平掌控军委主席之前 与刘元 李英外合 拿下 指控了 徐灾后 郭步雄 这里 这个是比较 原来很少有人听说 是与刘元 李英外合了 上任就把徐灾后拿下 但徐灾后2015年病逝 徐灾后死后 四个月 郭步雄拿下 两个人都是官拜上将 是解放军迄今为止 最高级别的被定罪的军官 那再定罪就是你抓 曾经的军委主席了 那没别的了 对吧 可能抓江泽民就兑现了 可以抓掉军委主席 而徐灾后郭步雄相继落马后 是军队打虎才开始 十八大 他说十八大以来落马的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 副军级以上的军老虎 他被他砍了五十多人 他说包括防风辉张扬 而五 他说五大兵种的司令员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近平已经晋升了 一百三十八名将军 大阅兵 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 习近平推动军中反腐 目标就是说 要把军队建立成强大的军队 服从党的领导打声仗 但这党的领导的一切都是他自己 其实就是 我觉得在 在29号拿出来的 这个代表 就是十九大代表当中 其中有一个人是 后勤保障部的政委 都被拿掉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 其实到现在他都不拔问 即使是五大兵种的司令 都是他的人 他都不拔问 不拔问 文章里提到说 大多数军人可能是最腐败的 这是胡星斗说的 在他打老虎之前 习近平在军队打虎 是重中之重 联合力 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军委 军委主席的权力被架空 我觉得这都不用说这话 对吧 他看着胡锦涛 他知道怎么回事 等到2012年 他知道人家要杀他的时候 他更知道怎么回事 林荷利说呢 胡锦涛对这个军队不熟 所以呢 就如何说 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觉得太傲的了 对不起啊 我觉得个人觉得太傲的 他利用反腐打军队 然后他用党的名义 所以他中纪委呢 他提到说中纪委就像有点像冬场 没错 为什么中纪委像冬场 为什么中纪委像冬场 那些人遭到报应 就是遭到报应 他就是这么个环境 中纪委呃 在查案方面 肆无忌惮 随意把官员双规 逼供 好似冬场 苹果日报评论 那我相信军队里面遭遇的冬场 即使他遭遇冬场的这种类似的对待 他也清剿不完 因为他没人 他不能整个都反 就像林荷利先生说的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整个这房子都是这么来的 闷声发大财 这是江泽民的真正生命理念 生命理念贯穿在每一个角落中 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控制了每一个高级动物的脑袋里 被塑造成现代观念 现代观念的一种表现 他就多邪恶 对吧 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 说简单那么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 他提到说 中纪委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扩权 那党纪高于国法 没错 他的位置 凌驾政法委的机关之上 擅自带走官员 无限期双规 他说 薄熙来曾经据说不堪 据说在双规期间呢 遭受了数百次的行刑逼供和威胁 其间不堪重负而晕倒27次 没听说 我第一次听说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他施加于别人的身上 全在他身上 王岐山 在中共党体制之下 没有依法治国 只有党纪没有国法 中共体制 谁上来都是这样 依法治国是 没有共产党的框架下的 未来的中国 即使当时 即使只有承认一个中华民国 而两个政治实体的背景之下 他只有在那种情况下 才能够谈依法治国 所以中纪委是跟共产党对应的 跟中共的红旗对应的 跟中共党旗对应的 跟这个红领青对应的 这个所以你不能够否定他 当你否定这一部分对应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共产党是人了 不是高级动物了 不是魔鬼了 因为你期盼着一个 他能够按照正常人的概念去走 其实分不清这一面 不正式表现出 现代观念当中的利益成分 忽视了自己的 忽视了自己生命的另外一面 所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他说中纪委 游离在司法体系之外的超级机构 对整个中国是个灾难 王岐山立志进行制度改革 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在法律框架下赋予搜查 拘捕起诉等权力 摆脱东厂的 没有超越司法的这种做法 但胡星斗认为建立起 要建立起现代化反腐败制度 首先官员们得公开财产 我觉得学者就是学者 什么叫官员公开财产 人大要真正选举产 不是人 必须没有共产党 其他都扯 没有了共产党 才能从生命理念上 恢复正常人的 应该有的东西 当恢复正常人 应该有的人的认识的时候 才能谈到这些 你现在说的都是技术性的 公开财产 人大选举 中纪委要与专业人士承担 这些才都是表面上的 你换了衣服那人就是人 你是个女的 换什么衣服你也是女的 不就这东西吗 你得对生命负责 而不是对你的衣服负责 所以我觉得这是 而看不到生命的本质 只在换衣服上去考虑的时候 就是中共党的体制 就是党文化的现代观念的 所造成的伤害 认不清中共的邪恶 认不清中共的邪恶 所以两者加起来 我们就看到 今天真正习近平做的 那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